自2015年8月起 壁馆修缮扩建的香港艺术馆 将于11月30日重新对外开放 举办无冠中诞成100周年展 香港经验、香港实验等11项展览 香港艺术馆总馆长墨家勇29日介绍 重开后的展览 正在展示中国书画、香港艺术、现当代艺术等领域精品 而空间设计方面则更会给观众全新的欣赏体验 其实大家会见到本身我们的馆展览的空间多了很多 增加了四成 展厅的数量都由七个大幅增加到十二个 再加上你会见到我们有很多的特色 包括我们室内和室外的互动性和联系强了很多 很多时候你在室内都已经可以透过一些超巨型的玻璃幕墙 看到城市的景观或者看到海景 这些可能是硬件方面 至于软件方面我们有很多展览 都好像我刚才介绍一样 我们会强化很多我们自己馆床的强项和特色 也会透过一些新的角度去策划展览 令到观众可以在参观的时候 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去看到一些或者比较传统的艺术 又或者令他们对艺术有另外一些新的看法 香港艺术馆成立于1962年 作为香港文化内涵的重要指标 一直为丰富香港艺术氛围 提高市民生活品质而努力 此次重新开放将呈现诸多重磅展品 其中小题大作香港艺术馆的故事展览 精选了吴冠中双雁 威廉·哈维香港在附近的瀑布 绿寿坤 缠画 吴之帆的潜伏雕丁山 设验图笔筒等馆藏藏品 展现香港艺术馆成立50多年来 逐步建立的涵盖中国书画 中国文物 外销艺术等范畴的丰富收藏 此外 原点变奏香港试典展览 通过14位香港艺术家 14件精选馆藏的对话形式 寻找新的创作可能 讲述香港的成长故事 香港经验 香港实验 则是通过构思新的主题展览 激发艺术家从不同时代 不同角度去探索香港艺术 据悉 11项展览中 还包括观景 景观 从泰纳到霍尼克 公司两全 中国文物馆藏与监赠 等重点展览 观众可提前在网上预约购票 或现场登记入内参观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号发艺术强 中文字号发艺术强